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碗粥都这么讲究 更何况是人 我慢条思理地吃着我的早餐 连眼皮都没抬 直到一碗粥见了底 我才放下手中的条羹 一屋子庸人脸生摒弃 连被我宠爱的一向无法无天的亲妹妹 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座位上 坠坠不安地偷偷去我的脸色 我爸坐在我对面 看我这个样子想发脾气 不知道想到什么 又脸色铁青地忍下去了 我笑了 环顾四周 问 怎么 早餐不合胃口吗 怎么都不吃 不吃就撤下去吧 我偏头换管家 一桌子的早餐很快就无声地被撤了干干净净 我这个时候才抬头看向坐在我爸身边的陆生男 我同父异母的这个好弟弟 我爸的这个私生子我知道 我和他关系平淡 如今算不上亲也成不上坏 我生母是在我八岁的时候去世的 我的亲妹妹陆景田比我小六岁 我妈去世那年 我爸从外面娶回来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带着的我爸的亲儿子陆生男 比景田还要大两岁 婚内出轨加私生子 不过我爸妈也属于商业联姻 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各玩各的 对家庭都不怎么上心 耳濡目染下 我对这样的家庭氛围以习以为常 我那时候年纪小 从小就被送到国外读书 在家待的时间寥寥 所以和这个继母继地也就没打过什么交道 直到我四年前回国 我是仓促之下回的国 那时我还在哈佛商学院读书 半夜接到景田的电话 在电话那端泣不成声 姐姐你快回来吧 爸爸被人哄骗着迷上赌博 在公海将公司输掉了 然后 然后一时想不开 票 票楼自杀了 我连毕业证都没拿 连夜赶回国 当时家里的情形 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因为楼层不高 我爸跳楼自杀没死成 躺在ICU昏迷不醒 每天要花大价钱续着命 我继母是个没有主意只会哭的人 见识不好 连亲生儿子都闲事拖累 卷了家里大部分的现金和珠宝 跟一个香港商人跑了 我妹妹陆景田被宠得无骨不分 陆生男又正赶上高考驻校 我没让人告诉他这个噩耗 来催收的人天天泼红油漆 恐吓威慑 被逼到走投无路 我单枪匹马地跑到公海 和人又赌了一把 我把公司赢回来了 赢回来也没多扫用 公司的收益 在我上大学时就不太行了 年年亏损 到我读硕士的时候 我已经在校外兼职 自己赚生活费和学费了 我花了四年的时间 大刀阔斧的改革 砍掉花钱不盈利的条线 又整业务 调渠道 请代言 搞营销 好不容易才让公司走上正轨 扭亏为盈 我成天在外忙地脚不沾地 养着家里的这几张嘴 现在日子好过了 所以当年被我卖血借高利贷 才须命抢救回来的老头子 才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坐在我对面 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跟我说 景仪 你弟弟也大了 你带他了解一下公司业务 方便他以后接手公司 我笑了 我想他可能当年跳楼 将脑子摔坏了 忘记是谁力挽狂澜 才将那个烂船般的破公司 做成如今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我 他现在能不能好端端地坐在这里都难说 还好意思说出这样一番话 我没吭声 抬头第一次正是我那个已经成年的弟弟 陆生男坐在脸色铁青的老头子身边 脸上的惊讶很明显 仿佛也很吃惊老头子对我说的这句话 他很快转头看向我 下意识轻轻地喊了一句 长姐 我挑了挑眉 陆生男直直迎着我的视线 不躲不避 我轻笑一声 低下头端起茶杯 慢调思理 语气温和地开口 确实是我疏忽了 生男都快毕业了 是时候来公司实习了 我大大方方地给陆生男安排了实习 在广告部老大手底下工作 广告部老大是和我一起打江山的老友 陆生男在他手底下 不用我多嘱托 他也知道该怎么办 安排好陆生男实习那天 他在公司喊住我 我回过头 陆生男站在透明的巨大落地窗前看着我 目光澄澈透明 他一字一句地和我解释 长姐 要是我说 我不知道爸爸的这个安排 你信不信 我看着他 我对陆生男其实向来不冷不热 他和景田一样叫我一声姐 只是景田是亲热地喊我姐姐 他是带着距离感的叫我长姐 毕竟不是一母同胞 我当初回国 家里正是最混乱一团糟的时候 我每天在外奔波 那时他临近高考 我做主不让人通知他 他高考完才知道家里破产 自己妈妈丢下他 卷走家里的钱跑了 那段时间他活得小心翼翼 半大的少年 在家里像个低人一等的犯人 他学着在医院照顾老头子 在家里照看景田 有一次我找熟人借钱 又被婉拒 无力地坐在公司门口 只觉得身无可恋 他抱着保温筒里 自己学着煮的绿豆汤 大夏天40度地走了十几公里 走到公司时脸晒得通红 他将那保温筒送到我面前时 眼尖也是通红的 只说 长姐 喝吗 莱云在家门口 醒过来时他守着我 也不知道在哪间值 买了一只鸽子 笨手笨脚地 学着炖汤给我喝 那是我喝过最难喝 也最难忘的鸽子汤 他端到我床前时 低着头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他的眼泪 却无声地一滴滴地 打在我手腕上 他说 长姐 我不念大学了 我去打工 做什么都行 我打工赚钱 给景田念书 后来他跑到工厂打黑工 自己跑去卖血 黑瘦的他 拿着一万三千块 捧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想 一定要挺过来 一定要挺过来 所以不管现在怎么样 之前那些走投无路 相依为命的瞬间 都确确实实是真实存在的 可是人心随着利益瞬息万变 人在商场太久了 假话说得多也听得多 所以能沉默避免说谎话的时候 我就习惯保持沉默 陆生男问我信不信 我对他笑了笑 忽略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失落 没说话 陆景田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俯瞰林立的高楼 他抱着我的胳膊 小女儿情态地和我撒娇 姐姐 你怎么真的让陆生男进公司啊 你这不是隐狼入室吗 我笑起来 宠溺地看着他 什么隐狼入室 他也是自家人 自家人 当然要放到自己眼皮子底下 才更让人放心 景田朝我撇撇嘴 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什么自家人 瞧爸爸那个样子 只怕唯恐这个公司落到你手里 陆生男大学 还没毕业 他就迫不及待地宣誓主权 他也不想想 要是没有你 这公司连皮都没有 他还好意思让你让位 老头子真是偏心偏地没边了 陆生男也是白眼狼 他当年上大学 学费都是你一分一分凑的 如今不真图报也就算了 还连和老头子这样算计你 真是让人寒心 我拍拍他的头 笑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 你今天不是和朋友约了去逛街 他依恋地靠着我 今天早上餐桌上发生那样扫兴的事 我怕你不开心吗 你不想我陪陪你吗 我摸着他的发顶 心里柔软下来 我等下和罗文宏 吃饭聊正经事 你先去玩吧 他眼睛一亮 文宏哥 随即不怀好意地打量我 八卦 哦 你和文宏哥是不是好事将近了 我神色淡下来 语气有些冷漠 别胡说 我和罗文宏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认识相恋的 那时候罗文宏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景仪 等我们毕业回了国 就结婚吧 后来就是我家出事 我走投无路 去求罗文宏 求他借我钱 我要将公司从赌场赎回来 当时我家公司效益不好 在赌场手里值不了多少钱 但赎回来 我还有翻身的希望 毕竟破船还有三千丁 当时罗文宏怎么回答我的来着 哦 他目光温和地看着我 脸上挂着熟悉的效益 就像在国外留学时 我每次要求他给我做红烧排骨时 他无可奈何又宠溺的效益一样 但他说出的话 却让我如坠冰枯 他说 景仪 对不起 但你要知道 我们是生意人 生意人永远不做亏本的买卖 我当时失望 但也能理解 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风险这样大 他不陪我赌视人之常情 哪怕我是借 他也怕我还不上 当日大雨滂沱 他家别墅在半山腰上 绝 家里的车子都被我卖掉 用来支付我爸的医药费了 那天我是拎着雨空手从山上走下来的 第三天我在医院卖血的时候 在报纸上看见他的花边新闻 他为了薄红颜一笑 花三千多万拍了支鸵飞轮钻表 送给当红小花 再后来就是我将迎回来的公司 起死回生 我那时候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但在商业宴会上遇见时 倒也能相安无事 他彬彬有礼地夸赞我 锦衣 真是经过不让须眉啊 我也能雨孝奄然地和他寒暄 罗公子真是过奖了 毕竟生意场 抬头不见低头见 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罗文宏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对他来说又重新有了价值 于是他重新追求我 送花请吃饭 一副彬彬有礼痴情郎的模样 景田不明就礼 只觉得罗文宏人很好 于是他成天缠着我 问我罗文宏什么时候能成为他的姐夫 这中间涉及很多东西 我不预解是太多 每次都敷衍过去 这次也是 景田依依不舍地说 好吧 姐姐 罗文宏哥这样好 你错过他会后悔的 我扯起唇角冷笑 我和罗文宏这顿饭吃得不了了之 我最近在盲公司IPO上市的事情 罗文宏想要分一杯羹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 他要想分一杯羹 我让他拿他家对外贸易的港口来交换 他往后依靠在靠垫上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景仪 我们如今身份成这样了吗 我浅笑起来 罗文宏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我们是生意人 生意人不做亏本的买卖 罗文宏笑 你还在为当年的是怪物 我滴水不漏地打太急 在商言商而已 你想多了 他视线转向窗外 脸上一副很唏嘘怅然的模样 他问 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吗 我当年出国比较早 那时候我家庭条件 在一众留学生中也算是一期绝尘 这个世界上 好像各层各级都有阶级 一层层没有严格划分 但心照不宣 等级分明的小圈子 他家是做什么的 资产排得上A级 他家的现金留多少 家里有多少人脉地位 当地人排挤美籍华人 美籍华人排挤华人 华人排挤更穷的华人 总之挺没意思的 我认识罗文宏的时候 他家庭情况我不了解 但他未缓解家庭压力 每周都会在餐厅兼职 我遇见他的时候他还挺狼狈 大概是富家公子哥有好感的女生 对他有好感 那个富家公子哥 故意借口菜有问题 在罗文宏上前俯身询问的时候 将那盆菜扣在了他的头上 虽然现在的罗文宏 已经不动如山 喜怒不形于色 但当年也只是在惊恶难堪下 反应不过来的少年人而已 我替他解的围 后来聊天知道我们是一个学校 我将他拉进我的社交圈 那时候我有个朋友家里 刚好做的是罗文宏家对口的业务 当时他随口抱怨家里暴雨延误 有批货烟了 所以我牵线搭桥 介绍他认识了罗文宏 一开始只是给小笔的订单试试看 后来一小笔订单变成大订单 从大订单变成长期指定合作伙伴 他家里人也擅长抓住机会 投资营销和政府合作打广告 后来开始做房地产 不过一两年之内 身价就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是我带他融入我的圈子 后来他慢慢变成圈子的核心 而我慢慢淡出 他现在问我还记不记得 我们当年在国外上学的时候 大约是这几年太过于兵荒马乱 所以大体的印象已经模糊了 如今他提起 我也只一息记得他笑容清朗 笑着叫我景仪时的模样 只是我印象中的这个人 不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 又或许一直是他 只是我现在才看清 我没回答 他似乎也有点出神 过了好久才收回视线 对我笑笑 说 景仪 我总记得那时候的勤奋 所以总很不下心 我们联手总好过鱼死网破 市场蛋糕确实就这样大 地产没落 罗家这两年资金链不太行 他们迫切想要谋求其他的发展 他想在我这块蛋糕里分一杯羹 可是商场如战场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晚宴 这是他教诲我的 我对他笑笑 站起来准备离开 他往后靠在椅背上 淡淡地看着我说 景仪 我不想走到那一步 我看着他 微笑 罗总 你给的条件还打动不了我 他注视着我 唇角擒着笑意 最后叹口气 我转身就走 我是在半个月后出事的 纪监委上门来调查我的时候 我还挺镇定 我在脑海中将所有的事过了一遍 确保自己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 然后我只来得及和公司心腹核心对个眼色 就被带走了 事情说起来也不复杂 这些年我在商协会有个挂名职务 然后基监委查到我名下 有个合着职务有利益输送的公司原始股 本来也不多 只有五万股 这家公司上市后 我账户里的五万股 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 增到了二十多万股 前不久二十多万股卖出去 我账户上多了四百多万元 钱不算多 但涉嫌非法交易和受贿信息泄漏 这是我的罪名 公司财务高管和核心负责人 来看我的时候 我一直沉默 他们都脸色黄黄 一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样子 我一如既往的镇定 有条不紊的吩咐 接下来公司的事情 我只能把空大的方向 上市是要终止了 我被利案调查 所有的上市行为都被迫停止 律师已经在为我最大程度上的找证据 只是账户明摆着 目前只是几年的问题 事情已经发生 情绪是没有用的 只能想办法解决 我叹口气 有些疲累地往后靠 我想起罗文宏 我想这大概就是他送给我的惊喜 只是能在我的私人账户上 动这个手脚的 只能是我最亲近的人 老头子 他不至于对我这样狠 即使他想让陆生男接手公司 也不会上来就做这样大 陆生男 他迫不及待 所以吃里爬外和罗文宏暗渡陈仓 又或者是我最信任的高管 即使我们当年风雨同舟 但重力之下人心难测 究竟是谁 我闭上眼 我对面的阿曼 唤了我一声 锦衣 我睁开眼看向他 我和他是大学同学 他家庭也一言难尽 他爸爸是老式的一夫多妻 有几个老婆和多个孩子 他和家里闹掰 当年他回国后就来帮我 我们算是患难与共 他声音郑重又小心翼翼 只是看着我 目光有些悲悯 我有些意外 和罗文宏联手的人 这么快就查出来了 阿曼斟酌片刻才说 景仪 用你账户购买这些原始股的人 是你的妹妹 陆景田 老实说 我想了很多人 都没想过这个人是景田 景田 景田 怎么会是他呢 因为妈妈早逝 我又从小出国 家里只有他和继母 语录生男 我每次出国 都担心他在家中被欺负 跨国的电话视频 几乎每日一个 可能是心疼和愧疚 我虽然是他的姐姐 但对他宠爱的程度 几乎算得上是半个母亲 有求必应 哪怕是家里最穷的那一年 我也从来没有在物质上 让他受过委屈 我想不到 他为什么会用我的账户 购买这些原始股 我有些晕眩 像是被冲击后 一瞬间的空白 但还好 这些年无数大风大浪 我都挺过来了 所以我很快镇定下来 至少表面上是镇定下来了 我问阿曼 景田性子单纯 他一直认为 罗文宏是个可靠的好人 他是被罗文宏蒙蔽利用了 阿曼看着我 叹了口气 表情依旧悲悯 他说 不 景仪 你妹妹陆景田 她知道后果 也不是被蒙蔽利用 她主动去帮罗文宏的 她喜欢罗文宏 罗文宏可能跟她提起过 你在商业上 对她赶尽杀绝 如果能给她两年时间 还口气就好了 我面无表情地静静地听着 阿曼的语气有些晦涩 主意是罗文宏出的 罗文宏也没瞒着 她跟我说 景田还问她 只是让我姐姐 坐两三年牢是不是 我来之前 罗文宏笑着跟我说 把这个消息带给景仪 我其实挺想知道 她这样要强的一个人 听见自己捧在掌心的亲妹妹 为了我背叛 她是什么表情 或者我也想知道 她是宁愿自己认罪坐牢 还是找证据 将自己的亲妹妹送去监狱 金融欺诈 诬陷 挪用公款 即使我对法律称不上精通 也知道 她将会面临什么 是比我严重得多的刑期 十年网上 阿曼还在等我的回答 我闭上眼网后 靠在椅背上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想到 我们妈妈去世那天 那个无比精致 被家族推着往前走 向来贪玩水也不爱的女人 在临终前似乎找回了一点对孩子的爱 我守在她的病床前 那时景田还小 她临走前 眼睛里竟然含着泪 看一眼懵懂的景田 用最后的力气 死死地攥住我的手腕 她说 景仪 你 你是姐姐 我是姐姐 长姐如母 我要好好照看我的妹妹 她活着的时候 没怎么看过过景田 老头子年轻时更不靠谱 所以景田算得上是我呆大的 她第一句会说的话 就是姐姐 我想到她小小的手 软软的脸 咯咯的笑声 和软软的姐姐 还有每次我要出国时 她在我身后亮亮呛呛 哭着跑着 追着撕心裂肺 喊我姐姐使的样子 我在心底流转千百个念头 我不是妇人之人 可最后我发现 我下不了手 当年我破釜沉舟 只身一人 去公海想赢回公司时 都不曾发过抖 心硬如铁 即使再怎么 心硬如铁 她也是我心底 最后唯一的一丝柔软 我叹口气 睁开眼看向阿曼 她似乎知道我的决定了 脸色微微一变 有些晦涩的开口 景仪 她闯的祸她要承担代价 你不能一辈子护着她 我苦笑 这大约是我这些年唯一的人在 我说 没办法 阿曼 景田大学还没毕业 她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苦 她去坐牢 她挺不过来的 她人生中最美的十多年 我很不下心 她是我亲妹妹 我没办法 阿曼眼里微微擒着泪 我说 让律师尽可能为我减轻罪行 商协会的挂志我很扫去 或许可以证明我是无意过错 不存在利益输送 能减多久是多久 我在里面的日子 公司要靠你撑着了 阿曼也恢复如常 我们向来这样 事情一旦有了走向 就抛开情绪解决问题 她站起来 收拾资料对我点头 说 你放心 判决和我们当初预想的大差不差 没收利益所得的那四百多万 罚款38万 最后 看到我认错态度 积极诚恳 酌情判刑两年 判决下来 那天我听见陆景田 在我身后哭着叫姐姐 我头都没回 只是在转身的时候 看见陆生男 她离陆景田很远 静静地看着我 在我目光对上去的时候 嘴唇微动 我静静地看着她 她的眼神看不出情绪来 只是黑沉沉的 老实说 可能是我忙加上不怎么上心的缘故 陆生男在我心里 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祭地 我和他除了最难的那年 说的话多点 其他时候 我对这个祭地并没怎么关心 我唯一一次对他发火 是那年 他把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撕掉 瞒着我一生不响的 跑去做苦力 他拿着那一万三 跟我说是他赚给景田的学费 他不念书了 我没忍住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我问他 你不去念大学 你想一辈子都是这样子吗 他那时候黑瘦 但已经比我高半个头 他沉默很久 低着头跟我说 我只是不想你那么累 我沉默片刻 才说累不累都不差你这点 什么年纪 做什么年纪的事 你这个年纪 就应该去读书 陆生男当时抬头看我 眼里依稀是细碎的雾气 他的眼神黑沉沉的 那种小动物的眼神 仿佛他多吃一口饭 我就要将他丢出去一样的惶恐 我心中微微一软 我想那大约是我对他 早有的温和 我说 天塌下来有我扛着 我扛不了 也不是硬撑着 你安心去读书 这不是圣母或者什么 我是个家庭观念比较重的人 虽不是一母同胞 但陆生男到底和我有血缘关系 他姓陆 就是我陆家人 我是家中长姐 家中没有大人 所以我要对他和景田负责 不管怎么样 他走出去 人人都知道 他是我陆景仪的弟弟 后来我沾好他的录取通知书 送他去读大学 现在他长大了 看起来似乎有几分稳重可靠的样子 如今我入狱 这样好的时机 他会在外做什么呢 我面无表情地一开视线 垂谋迎接我的判决 两年 公司有我的心腹作证 只希望不会被翻出太大的浪花 时间其实也没有太难熬 因为表现比较好 加上一些渠道 我得到了两次减刑 一年三个月后我出来了 我出狱那天 安邁来接我 阳光刺眼 他站在车子旁 手里拿的东西我看不清 他看见我就笑了 说 咱以后也是金融罪犯了 再遇上不服气说你是娇娘子的人 也可以拿这段业绩唬人了 这时候还能苦中作乐 说明外面的情况不坏 我忍不住笑出来 这么久不见 还这样贫 我假装没看见他眼底的微红 他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行李 我这才看见 他手里拿的竟然是柳条 他用柳条 在我身上身前身后的扫 我站在原地哭笑不得 问 这是做什么 他还挺严肃 别动 用柳条给你扫灰气呢 接下来你都要幸幸运运的 我站在原地 任他念念有词的扫 我简行提前出来的是 除了阿曼没 有人知道 我们去了一家僻静的私房菜 上菜之后 阿曼开始跟我说 公司最近的现状 我在的时候 公司是我当家做主 核心管理层 都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人 但公司名义上的老板 还这是老头子 我进去后 老头子出来 想掌控大局 只是总部密不透风 他退而求其次 将陆生南安排到下面一个 也算是核心条件的子公司做管理 这公司业务是支撑总部30%的营收来源 阿曼的神色有些无奈 他说 锦衣你要有心理准备 总公司事情太多 我实在分身乏数 原来管理层是我们的人 但他下面也会有想往上爬的人 陆生南商业敏感度很强 他做得不错 他把控这条业务核心线 如果他占山为王 不愿交权 两个阵营勾心斗角 最后也会元气大伤 我沉默汉手 表示知道了 他顿了顿 继续说 我先说陆生南的这件事 是因为外面还有罗文宏忽视眈眈 他们一直想踩食我们的业务 你出事后 我们和他交手这一年多 算是处于下风 不扫核心大客户被挖走了 但还好情况没坏到不能挽回的地步 我N了一声 他过了片刻 才继续跟我说 陆景田搬出去 和罗文宏在一起了 我拿着筷子的手顿住了 片刻后 唇角勾了勾 我微微一笑 说 我知道了 阿曼表情难得的有些疑惑 他问我 锦衣 你不生气 我吃了一口 我最爱的佛跳墙 过了会才淡淡地说 生不生气 都改变不了一定的事实 罗文宏让我坐了一年三个月的牢 他会为此付出千百倍的代价 至于陆景田 我以前对这个妹妹实在是太宠爱了 从一年前我决定为他付学费那天起 就已经想好要交给他什么东西了 阿曼看着我 疑惑得醋眉 我笑了笑 我没着急回去 也没有立马抛头露面 我住在酒店套房 首先看这一年多的新闻 阿曼将公司的财务报表整理好给我 还有公司目前的组织架构 业务条件 合作伙伴的商业模式 一周后 我把这一年多 和社会脱节的所有信息补充完整后 在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日早上 去了公司 一年多的时间 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可又好像改变不了多少东西 我是最早到公司的 阿曼已经提前 让人将我尘封一年多的办公室 整理干净 单向透明的玻璃门 我处理完公务 刚好九点 我在高管群里 发了我回来后的第一条消息 九点半 公司经理及以上高层A3会议室 我坐在会议室的主座上 阿曼坐在我右手边 我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 每一个猝不及防 见到我第一面时的 高层下意识的第一反应 吃惊总比惊喜得多 还有瞬间眼眶湿润的 我唇角含着微笑 静静地看着 这就是一起打江山风鲤鱼里 走过来的好处 除了那点一变的感情 只要有钱后 你吃肉食愿意大方 分给下面几口 就会收获忠心耿耿 维护你利益的占有 因为维护我的利益 就是维护他们的利益 大家也都是职场上的老油条 心思敏锐活泛 所以除了再见到我第一面 震惊激动 后面就镇定下来 我没寒暄 直接开门见山 让每个高层 汇报他们的工作项目 时间节点和预期收益 总体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点 偶尔有人来不及弄虚作假 想糊弄过去 我似笑非笑地望过去 每个问题都一针见血 问得他们冷汗直出 这个会达到了我想要的结果 我想我表现得已经很明显了 一年多的脱节 出来后我依旧敏锐 锋芒毕露 刚毅坚决 有二薪的高层 不会轻举妄动 也给观望或者担心的高管 打了一记定心针 我依旧是当年那个单枪匹马去公海 赌回公司将他起死回生的陆锦仪 所有的高层都会报完后 我才放下手中的笔 视线从长桌两侧的高层脸上扫过 我微微笑了笑 说 诸位 好久不见 我回来的消息传开后 秘书室电话都被打爆了 无数媒体预约采访 还有老友试探 我让秘书室全部滴水不漏地挡回去了 回来后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当然要挑一个最合适的时候 总部密不透风 无数人打听也都被挡回去了 中间我收到了罗文宏的信息 他发了条信息 恭喜 给个面子一起吃饭 算是为你接风洗尘 我冷笑 老实说 罗文宏具备一个合格的商人 该有的所有品质 但我确实不太想 也没必要给他这个面子 我没回 过了两天 又有一个人来找我 陆生男 阿曼问我要不要见的时候 我没犹豫 总部的事情 渐渐安顿好了 我迟早是要见他的 陆生男比我一年多前 见他更高了 肩膀开阔 穿着鼻挺的西装 站在我面前 见眉心目 身上已经有成年人的稳重 和不动声色 他远远地看着我 笑了 说 长姐 我对他微笑 在办公室寒暄两句 我就直接步入正题 夸他 我听下面人说了 你做得不错 他静静地看着我 客气地说 是长姐教得好 我看着他 觉得累 和外面的人怎么打太极 我都有十足的耐心 可对于身边人 我向来没有这个耐心 所以我顿了顿 直截了当地说 公司上市后 8%的股份 满意吗 陆生男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他说 我不明白长姐的意思 我只是他的眼睛 你姓陆 是陆家人 不管你想要什么 陆家人的利益 都是一体的 你是我这边的人 跟着我 我能给你更多 懂吗 他不知道为什么 沉默片刻后突然叹口气 他说 我知道 他站起来 将手里的东西 放在我的桌子上 我随手翻看了一下 有些意外地发现 竟然是他管理的 那个业务公司的核心信息 看两眼我就知道 这不是虚头八脑 应付我的那种 我抬头看着他 在来之前 他就将这些东西准备好了 为什么 他说 长姐 我如今是不是也能帮你 扛一点东西了 顿了顿 他的目光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悲伤 他说 罗文宏和陆景田 让你不会再信任任何人了 是吗 我握着他 递给我的这些资料 过了很久才说 陆生难 你要知道 这世上 用利益维护的交易 永远比 空手套白狼打 感情台的人心 更牢靠一点 他没说话 最后他才留下一句 可利益永远不会让我背叛你 我笑笑 会不会背叛我是用行动证明的 嘴上说的话 我永远都不会信 我看着陆生难 淡淡地说 做给我看 我重新开始社交露面 是在拿到通信公司 NBC加速服务大型招标订单后才出面的 价值数亿的招标项目 是我给我的这些老朋友的问号 果然没人在在背后或当面提起我坐牢的事 在收到请柬 都是客客气气 礼礼貌貌地问候 世上人人敬畏强者 足够强就有足够的尊重 而有多少尊重是衡量实力的标准 再次见到罗文宏 是在不久后的一场晚宴上 衣箱并饮 功仇交错 璀璨的水晶灯像银河一样 波光炼焰 罗文宏朝我举杯 笑着说 有一年多没见过陆小姐了 精神还这样的好 真是佩服 我知道她是故意 想提起我坐牢的事 周围的人都闻声 朝我们这个方向望过来 偶尔和身边的人怯怯私语 我微笑客气地说 罗公子精神就没那么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前段时间 招标漏标的缘故 手下败将就是手下败将 走歇旁门左道 给自己争取到一年多的时间 你和你的公司 怎么还是这样的不争气 旁边不知道是谁滴滴笑出来 罗文宏看着我 他唇角虽然还含着笑 但是脸色却一点点沉下来 晚宴的主人 匆忙忙地赶过来解围 我笑笑 转身往另一边去了 我到花园里赏欲喝酒 过一会 我听见身后有人喊我 姐姐 很熟悉的声音 我顿了顿 才端着酒杯回头 景田穿着白色的礼服 站在我身后 他向来甜美 如今这副打扮 也是大姑娘的样子了 我静静地看着他 没说话 他咬了咬唇说 姐姐 我联系不上你 也见不到你 你出来 为什么不和我和爸爸说 我冷漠地看着他 他对我的这个表情 似乎很陌生 所以眼睛瞬间红了 他问 你还在怪我对不对 我这下是真的被气笑了 我问他 我对你不好吗 陆景田 你吃里爬外 和别人背叛你的亲姐姐 到底是为什么 陆景田看着我 过了很久 他突然哭出来 对我说 你对我好吗 陆景仪 小时候妈妈去世 爸爸又娶一个女人 在这个陆生男上门 你明明都答应妈妈 好好照顾我 为什么还要出去留学 我那样求你 那样舍不得你 你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将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应付那个 痴人阴阳怪气的继母 和眼里只有陆生男的爸爸 所有人都夸你 经过不让虚美 说你优秀 说你怎么怎么的疼爱我 可是陆生男 他都不是你的亲弟弟 你当年不也照样 供养他读大学吗 你成天让我逛街 和朋友去玩 可是你明知道 爸爸让陆生男 进公司不安好心 你不是照样安排他进了吗 你永远拿我当小孩子 以为我天真无邪 就应该做你什么都不知道的妹妹 罗文宏 一个罗文宏 怎么会让我背叛你 陆景仪 我就是让你知道 被一个你一直认为单纯的妹妹 冷不防咬一口的感觉怎么样 我恨死你了 你根本不爱我 你和爸爸一样 更喜欢那个陆生男 你让他当你乖乖的亲弟弟好了 反正你们现在姐弟情深 都一起接受商业杂志采访了 我看着景田 这番话是他的心里话 他眼睛里含着泪 脸胀的通红 胸膛急速的起伏 我这时候才觉得悲哀 我静静地看着他 静静地开口 陆景田 我永远不会为了陆生男去坐牢 他不服输地死死地看着我 我视线从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他身后的罗文宏身上 一扫而过 叹口气 我说 陆景田 你说我不爱你 可你如今跟罗文宏在一起 你问问他愿意为你做什么 我嘲讽地笑笑 转身走了 和陆景田的这场 对我来说算是个小插曲 我暂时没时间也腾不出手去收拾他 公司的上市计划重启 阿曼有些不太理解 其实现如今的状态 上市可以缓一缓 因为罗文宏本就对我们公司虎视眈眈 发行股份后 他如果暗地里搞小动作 收购散股 也是件麻烦事 我笑了 说 我就怕他不行动 他不行动 我怎么引他入套呢 上市进行得很顺利 这个上市 本在一年前就应该完成了 重启流程时 公司里的所有人都已经得心应手 次年八月 公司在纽交所完成上市 公司的股份我牢牢掌控 我有30%的控股 陆生男8% 这是我之前承诺他的 老头子手上有12% 陆景田手上有5% 陆家人手上加起来55% 即使不算陆景田手上的那5% 也能保证陆家对公司的绝对掌控权 罗文宏甚至送来了贺礼 阿曼有些不安 罗家最近太安静了 他们是想有什么大动作吗 我笑而不语 罗文宏一直都有小动作 他一直在收购散股 只是我们公司上市不久 小股东观望犹豫不决 不会在这个时候抛售手中的股份 一些小小的散股 我相信他手上只在2%左右 那他会做什么 罗文宏没让我失望 他这个人从来不会用光明正大的手段 华盛被爆出一桩信息泄露丑闻 源头来自 之前的通信公司 NDC加速服务的招标单 我们为通信公司的客户提供 NDC服务器系统 公司上市后 断断续续地爆出用户信息泄露 这个新闻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 以不正常的流量传播引爆 市场的反应是最激烈的 当天华盛的股价从84块2跌破70 但在我们回应前还有不扫股东观望 除了这个 很多媒体一边倒的质疑华盛 挖出华盛海外投资受挫 旗下公司对外出口贸易亏损超过30% 营收成了问题 还逾期工人工资 碧瑶的信息似乎被主流屏蔽 所有的消息在口口相传中渐渐被夸大 市场哗然 中小股东争先恐后的孤空 唯恐落后一步 我当机立断 开启反收购 罗文宏似乎算到了这一步 反收购第三天 大量资金投入后 华盛的一项工程出了问题 那是和政府的新项目 预计投入20亿 政府突然缩短工期 前期一期工程投入 收不回回款 加上反收购打起的价格战 华盛现金流左右之处 我打电话给相熟的银行 个个磕磕气气 只是推三阻四 借钱可以 只是要提供更多的财产抵押 偏偏这时候老头子中风住院 他的那12%谁都动不了 为了解政府工程的燃眉之急 我抵押出去10%的股份 焦头烂额的时候 我接到罗文宏的电话 他在电话那端语带笑意 客客气气地说 景仪 你还能撑多久 我也笑了 罗文宏 你花这样大的代价 高价收购华盛股份 你还能撑多久 他笑 景仪 打个赌吧 我一定能比你撑得更久一点 他跟我说 陆景仪 你知道你做错哪一步吗 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将自己的那10%股份 质押出去 我心里一惊 很快反应过来 我算了一下 这些天 他顺利吸纳的股票加起来 估计在8%至10%之间 罗文宏的经济流 我是清楚的 他手头上 不可能有这样大笔的资金 所以他一定是质押了自己公司的股份 即使加上陆景田的那5% 他的股份也仅在15%左右 我还只有20% 他在电话那端嘀嘀的笑 语气轻柔又飘渺 他窥探 景仪 经历这样多 你怎么还这样的天真呢 我是在晚上看见新闻的 罗文宏和陆生南 两个人同桌而食 摇对敬酒 看起来非常熟人的样子 陆生南有8%的股份 他们两个人一起来见我的时候 我丝毫不觉得意外 我坐在办公桌后面 只是看着陆生南 演这么久的戏 真是委屈你了 陆生南的语气淡淡的 一如既往地喊我 长姐 没办法 利益永远是第一位 这公司 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我偏头看向罗文宏 他坐在我对面 看着我这个位置轻笑说 景仪 明天我会宣布 我成为华盛个人控股 最大的股东 你这个位置 是不是该让人了 门口传来一句轻笑 我听见景田的声音 他的声音甜美依旧 喊罗文宏的名字 文宏哥 你是把我的那5% 也算进去了吗 局是什么不下的 大约是一年前 我决定为景田坐牢的时候 当时生气 也是真的生气 可我不单单是因为 陆景田做那个决定 在我做决定前 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我从那时开始布局 陆景田 是我不下的第一颗棋子 当年我去攻海前 怕自己出意外 买了一份大额的保险 受益人是陆景田 保险公司的负责人 联系不上我 找到了陆景田 那时候我其实并不知道 景田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只是直觉地觉得 他不会仅仅只是 为了罗文宏就背叛我 晚宴那天陆景田 对我说的那些话 都是真的 只是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 是陆景田知道 这份保险来探监的时候 他问我 为什么要买这样一份保险 又为什么愿意为他坐牢 我当时看着他 语气不轻不重地说 你是我妹妹 她是我妹妹 我那时 想如果我在公海出事了 至少我的妹妹 能衣食无忧地 过完下半辈子 后来 我为他买信托 建基金 他的私人银行账户上 我每年 都会存入大笔的现金 我不是不培养他 不是只让他逛街买东西 我只是希望我的妹妹 永远天真无邪 健康无忧地过完一生 他不用担惊受怕 不用提心吊胆 不用对不喜欢的人笑 喝不想喝的酒 周旋在无数心怀鬼胎的人中间 他不用像我一样 为钱发愁 那时他隔着一道 栏杆枯的梨花带雨 他跟我说他错了 出狱后 阿曼跟我说 他和罗文宏在一起了 我就知道计划可以展开了 晚宴那晚的那些话 也是我和陆景田故意的 罗文宏再怎么觉得陆景田 没有脑子 也不会相信他会为了 他做到这个程度 那晚的那番话 反而让他安心 我的那句陆景田 你说我不爱你 可你如今跟罗文宏在一起 你问问他愿意为你做什么 也只是激将法罢了 他要拉拢景田 要得到他手里应分的股份 就要让景田相信 他是真心喜欢他的 为了让景田相信 他会做什么 比如告诉他 他收购的打算 合作的银行 比如为了展现诚意 将自己手里一部分 自己公司的股份 转到景田账上 换取他的信任 陆景田走过来 亲密地拦住我的肩 对我对面的 罗文宏笑的甜蜜亲热 他说 可是文宏哥 怎么办 我现在后悔了 那是姐姐给我的股份 我怎么能随随便便 卖出去呢 罗文宏这个时候 还勉强镇定 看着我 陆景仪 那你也没赢 18%的股份 我现在 也是华盛的第二大股东 我怜悯地看着罗文宏 笑出来 我说 罗文宏 我要是你 就会去查查 你质押出去 用来买华盛股份的那些 你自家公司的股份 被谁买去了 罗文宏这时候 才脸色一点点苍白起来 我学他的样子 对他云淡风轻地笑 我说 抱歉了 罗文宏 我的位置你坐不了 但你的位置 现在 好像是我的了 府邸抽薪 所有的局 都是一个套 从我入狱那天起 就已经布下了棋局 我偏头 看向罗文宏身边的陆生男 语气有些可惜 陆生男 我跟你说过这世上 用利益维护的交易 永远比空手套白狼 打感情台的人心 更牢靠一点 你不会以为 你做这么一点事 就足够让我信任你了吧 我早和你说过 做给我看 很可惜 你现在一无所有了 我的收购案一举成名 罗家破产 他的公司被我拆解 并入华盛 陆生男被我打包丢到非洲 在那个贫瘠的土地上 管理那个亏损的海外公司 老头子中风未醒 在医院吊着续命 不过 今时不同往日 我有大笔的钱 让他就这样 一直不死不活地活下去 景田亲密地搂着我 撒娇说 姐姐真好 只剩下我们了 我们还像以前 一样好不好 我微笑不语 他不知道 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当年保险公司的人 是我安排的 我故意让他知道 那份保险的存在 银行的账户 也是我让人让他发现的 以前 对他的那些好 当然是真的 那些为他真心实意的 打算和考虑 我一直想将他排除 在这些事情之外 让他一直纯洁 可从他背叛我的那天起 这种好和信任 就消失了 他现在在我眼里 不是妹妹 只是可以利用的人 这个世界很简单 只是人心复杂 其实人心也很简单 只是利益分配更复杂 从今往后 利益第一 没有张姐陆景怡 只有商人陆景怡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